大家好,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聊聊这边的提问一事 在魁北克省现在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是不能在家说中文了 在5月24号,魁北克国民议会以78票对29票通过了第96号法案 这事实上非常有争议的法案 魁北克省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讲了,他将在未来几年关注法语的使用情况 以衡量96号法案是否取得成功 评估大致于有两个指标,即在公众场所使用法语的情况,以及在家中使用法语的情况 这么一来呢,人家记者就问,问你是否打算影响魁北克居民在自己家中的交流方式 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不能说别的语言,只能说法语 省长说呢,他目前打算只监控法语在家庭中的使用数据 但他没有说明将如何追踪这些数据 也为说明这个收集这个数据将做什么用 他当然这个省长补充说,如果家里没有人说这种语言,那么法语最终将会消失的 为什么平白无故的省长突然提出这个事情 他的依据是什么?魁北克之所以要把法语塞进到你家里去 部分原因源于魁北克省法语的办公室最近的一项研究 该研究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在魁北克家庭当中使用法语的人数将会变少 他预计到2036年将只有74%到76%的魁北克人在家中使用法语 而2011年时,这个比例达到82% 魁北克法语办公室表示呢,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是魁北克人口中越来越多的移民造成的 2016年大多数移民家庭,也就39%会在家中讲法语或英语以外的语言 在家里说法语的只有大约33%,讲英语的为14% 这是2016年的数据 省长说呢,他们希望通过法语成为通用语言 法语不仅应用是公共部门的语言,工作中讲的语言 同时也要在家庭当中讲的语言 有人质疑,如果要像这样查语言内部资料 随时检查家庭通话记录 那你是不是还得到人家窗边去听人家用什么语言呢 当然这个就是一种开玩笑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现在魁北克一定成立一个新的法语部门 他任命这个巴雷特为该部门的首任部长 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 那就是说我未来在家里 当然我这题目说,家里不能用中文 其实其他的民族也一样 你也就是说,你不能用母语了 你除非在是出生的,人家就是法语这个 你移民来的,你都不能说自己的母语,都在家里都要说法语 这个是一个,当然未来是不是强迫,咱们不知道 但是他现在已经开始通过这个法律96号法案了 他未来肯定要采取一些措施 他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法语,说法语的人越来越少 你看原来86%,86%人说法语在家里 现在74%到76%,平均就75% 那就要降十多个百分点了 要照这样说,不是说在2036年呢 那就没有法语了 确实对于魁北克来说 对于他的这个政府来说 这是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魁北克这个官方呢 他要特别触重法语 咱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魁北克的情况 魁北克呢 他算第二大的占地面积的这么一个省 他占加大整个的面积的六分之一 他有280多万人 而且呢,他八成以上都说的是法语 最近这一段一二十年 说英语的人数在逐渐的往上升 魁北克省的这个官方语言就是法语 在加拿大其他省份 英语和法语官方语言 你看我们这儿 到这个政府部门 他都是英语、法语两个 但是在魁北克是一种语言 我就是法语,我就不说英语 这个他有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所以造成了这个一局就是魁北克跟整个加拿大 是一个对立的 就是一个对立 又是联合 因为是联邦制嘛 又是联合 又是对立的这么一个局面 魁北克他最早是法国人的殖民地 后来呢就是在经过七年 1763年呢就是七年战争以后 就跟这个英国打 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大部分都是英国当时是殖民地 像美国最早是英国进来 所以他的前身实际是英国 经过七年的战斗以后呢 最后法国就算认输了 就把这个一块缘分的都给了这个英国了 可是呢 他还保留了 法国的这个殖民的这个框架 最后英国呢反正也尊重你 就形成了 在英语圈当中 弄这么一个法语圈 所以就形成了魁北克这一地方 我是全是法语 所以大家到魁北克省啊 魁北克市啊 大街上的这个路标 全是法语 没有英语 别的地方反而到英语法语 所以这也是一个奇葩的事 魁北克他也算大省了 他的人口呢在2020年呢 他的858万 将近900万人 他面积当然刚才说的也是第二大 不管是英语和法语都是共存 但是在魁北克呢 就不是了 就是法语 这个情况就刚才 衍生到刚才咱们说了 他们为什么搞了这么一个 96号法案 大家看出来了 因为如果在法语区这么独立的 老是这样的话 那他的语言越来越少 那自然他这个框架会就越来越弱 所以他们呢就在这个 这么多年的这个 跟这个加拿大这个 又是联邦又是对峙的这么一个 局面下呢 他们也一直在搞这个 自己的独立 在1980年时候呢 他们就搞过一次 历史上一共搞过两次 当时呢 反对独立的占59.56% 赞成的占40.44% 这个1980年的时候 到1995年 也就是说15年以后 他们又搞了一次 但是这次呢 就是反对独立的占50.58%了 赞成独立的占49.92%了 那就差一点点了 零点几了 所以非常紧张 但是最后 不管怎么样 反对的还是占多数 所以整体上呢 最后还没有分离出去 可是呢 这个情况 对于加拿大 整体加拿大人 他是非常的紧张 吓出一身冷汗了 因为如果 魁北克他要独立出去 那就是整个加拿大 要失去154.21万平方公里 损失的人口呢 他差不多占23% 同时呢 如果说 他要独立了 他就把这个五大湖的出海口 他给控制住了 当然这个是地理位置 上成了这样 他因为他正好魁北克和 因为魁北克省跟安省 正好是衔接的 五大湖出海口 就是这个圣劳伦斯河 他是从圣劳伦斯河出海 所以他正好在这边上 所以从地理位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要分离出去 那加拿大就惨了 当然是这么 就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讲 从人口刚才说也分离 当然从经济上各方面都是有损失 他因为魁北克省是一个大商 他的贸易 他的工业 他的各方面加工业农业都是非常发达的 他的人均GDP都是47000多 就是将近5万了 5万加币 人均GDP 那是很高了 所以他是一个富裕的省份 但是如果要出去 可能也挺对于加拿是一个损失 所以他这个两次公投都没过 咱闹得大家都挺紧张的 但是他为什么涉及到这个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魁北克这个96号法案 原因就在这 大家听见原来他们的历史 他们一直就是法语 因为他是法国人的后裔 大部分 当然现在不一样了 原来他这个基本是98%都是法国人的后裔 现在呢可能80%多70%多 其他的移民各国来的人就更多了 他为什么出现了在家 这个说法语的人越来越少 就是因为最近这几十年 移民的多 移到亏为客家 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人也现在都往那边移 因为他的政策宽松 为什么宽松就刚才说了 他要保存他的这个整体的结构 所以从我来加拿大的时候 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是比较宽松的 而且你到那去以后 你先他先政府先给你几百块钱 你让你学习一件 就是移民啊 别的省没有 别的省你学是免费的 但是他不给你钱啊 那魁北克先给你好像我记得 当时是二十多年前就给你五百 五百加币让你去上学啊 学一年学两年 反正就是这样 这样你可以不用打工 你基本为之基本生活就就行了 就让学语啊 我当时也去去那旅游啊 去看朋友去过 确实很美确实很好 但是我想别在这年龄了 再学第二第三语言了 本来学英语然后再学一法语 法语本身又难学 那打多路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就有点累 所以就没有 没有留在那 原来想在那做生意看看就算了 在那再学法语 所以就没去 但是现在这个政府也面临的这个问题 是吧 因为你整体上这个家庭在那 越来说英语的人越少 越来说 未来说法语的人越来越少 尤其在家庭里头 那就面临着你法语人的 人才是越来越少 人数越来越少 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当然政府要要着急 咱们听起来挺奇葩的 当然这个最后有的说是 在家里不能说英文的 这是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 你在其他国家移民的人 那你一样都是你的母语不能说了 但是对于移民来说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比如说在这些老人去了怎么办 团聚 年轻人在这可以出生的 或者年轻人学法语 但是老人到这去怎么办 所以如果他这政策要延续下来 这是也是一挺可怕的事 将来你要是在家里 你不说法语到人家出发 你或者有什么行动 那真的是挺被动的 不过我觉得他们这种 还到不了那种地步 我觉得如果要能够监控到家庭的话 我估计也只有中国现在能做到 为什么 它的科技水平的发展 你看咱们中国搞这个人脸识别 搞这个各项的监控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防疫的这个证 什么的 反正就说 行能做到 但这边我觉得 他就是96号他通过了 未来我觉得他在监管上也很难 只有中国帮他一下让他闹 可能成 当然我这是咱们玩笑话 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他这个政策定了以后 我觉得未来对他并不好 为什么 那些人家就自然考虑 我移民到那了 我未来的这个父母在这怎么办 他有团聚移民的这个问题 再一个 你像年龄大的 他有未必的能够在家 在学通了法语 他还是就说移民过来了 他有在家里孩子院说母语 就跟我们在这 你不知道出去场合院 在这家 在家关门 还是中文 中餐 看中国的电视 基本跟国内一样 尤其现在这么发达的这个信息 所以他这么做 我估计可能行不了 但是呢 他只是作为管理者 他这个有一个紧迫感 你想想现在 原来86 现在74 75 那再过十年二年 六十多五十多了 那你这个发语就很难 保持住了 他这个你看他这个两个那边 就是已经不让你说英语了 你还 他还这么都 挽在这个萎缩 如果你要再 不这么强迫的话 可能就彻底了 他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跟大家呢 聊聊这个话题 大家就知道一个大概了 是吧 那加拿大呢 奇葩的事 非常多 所以我这节目 也是跟大家分享这些 奇葩的事 是吧 希望大家呢 帮我点赞 订阅 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见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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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